凤临镇里长会议14号上午在镇丽幼儿园举行 12个里长都提出建言 也感谢正公所在普丰案的协助 并且能够顺利解决正名的疑虑 在会议上各里里长也提出了各项建设需求 凤临镇公所14号上午在镇丽幼儿园举行里长会议 会议是由凤临镇公所秘书徐志谦来主持 希望透过意见的交换能够让正公所了解各里的需求 为正公所的施政能够更符合民众的生活需要 七八月的村里联系会议 如果各位里长这边有需要的公所协助 然后尽量提出 还有之前之前的情况 如果有还需要检讨的地方 也请各位里长进行提出 那公共公所这边来做一个参考 各里长在听取凤临镇公所 在上一次的会议中所提出的工作汇报之后 今天也就再一次提出建议正公所的工作汇报 林荣公公园后面露宿 还有活动中心旁边的露宿 我想说拜托我忙忙工手给我们修剪一下 第二点就是 林荣里永康路四十九项 那个地方的水表 都是靠马路水锅的 就是在那个马 它那个水表就是在水锅的 算是靠马路这边 如果有车子从那边经过 都会压坏那个水表 我想说这个部分 拜托我们公所 是不是能够协助来跟这个 自来水厂这边来修 来看怎么去改善 唐娇琳年纪大的人 算赞大多数了 本来讲说在那个 林荣公公室隔壁 加以改善 就是把它整理起来 做文件站 看是否能够请公所协助 那稍微下大雨 我相信你们在在院边中心 就有看到 小花落花而已 一花有多的落花 那是不是 还可以再继续加强 地方都是 曼泽兰 路数都攀爬上去 稍微下雨都会造成停电 当然因为地方服务处 人手有限 那这里是请我们公所 或是我们县府 能再次行稳 到台电去 各里长所提出的工作汇报 包含了林荣桥里 社区的老人 都希望能尽快完成 文件站的设立 三星里则关注 西瓜种植的问题 是否能够举行 种植时 被料的施肥教学 封信里则是提出 路灯编号 避免厂商修缩路灯 凤临政公所表示 感谢各里长 所提出的问题 政公所也将会尽速 协助解决民众的需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